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各位传媒朋友来今天的记者会 稍后就为行政长官和两会局长 欢迎分别和大家发言 接着会接受大家提问 我们现在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请行政长官先发言 各位传媒朋友 各位香港市民 今天这个记者招待会 是就着近日有几项的劳工福利政策的执行的情况在这里做一个交代 大家会留意到今天我们背后的屏幕是我沿用了2017年6月21日 我公布特区第五屏政府的班子时候的屏幕 里面是写着要达置我在竞选时候同行的口号 本屏政府的班子也好 官员也好 公务员也好 是需要以一个关心 聆听和行动的施政态度 日常的工作是要更多的创新 互动和欠作 我今天选择用这个作为我们这次记者招待会的背景 是希望可以再次向市民重申我们这个承诺 本屆政府的承诺是以一个关怀 聆听和行动的施政方針 来服务香港市民 我也对我自己的同事 无论是司局长 政治委任的官员 或者是公务员 有这个要求 大家要在工作上寻求创新和突破 要多些的协作 在部门之间的统筹 也应该和社会各界更加多的互动 所以这个承诺将会在本屆政府未来的三年半 我们也是坚守的 另一个的目的 希望提醒 提醒我自己本人 提醒我的政治委任的官员的同事 和所有特区政府的同事 我们真的要认真去落实 这个是我们对于市民的承诺 所以先作这个解释 就着那三项近日推行的劳工福利政策 政策的目标是存在的 也不是突然想起要做一些事 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 也都先后在不同的施政报告里面提出过 这三个措施都可以说是有理有据 但是在落实执行的时候 是大有改善的空间 所以在过去这一两个礼拜 当立法会的议员 社会上关注的人事 甚至传媒的报道或者评论 反映了这三个政策 可能在执行上出现了种种的问题 我作为行政长官 尽管这些是很运作上的问题 但是都责无旁贷 要领导特区有关的官员 来解决这些在执行上出现了的问题 所以过去几天 差不多每天都要召开跨部门的会议 去了解究竟在执行上出现了什么问题 我们有什么补救的方法 首先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完全掌握 我提出的这三项近日 将会落实执行的福利和务工的措施 所以我简单讲讲 第一个措施当然是引起很大的争议 关注 传媒都广泛报道的 就是将在社会福利署下面的纵援制度 里面一个叫做长者纵援的类别 年龄的界别 由今天的60岁 是改到去65岁 如果大家了解 新领纵援是有不同的原因 所以在纵援系统里面 是有不同的类别的 其中一个就是长者纵援 受助人的类别 其他包括非长者 我们也俗称是健全人士 因为失业、低收入、单亲的原因 需要领取纵援 同样是非健全人士 也有因为健康欠佳 或者是商残领取纵援 所以是一个类别的划分 不是说不让某些人去取纵援 这个必须要强调的 因为纵援系统 是香港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安全网 这个安全网是不会有损破 令到有些人无法进入这个安全网 得到一定的保障 第二个的措施 就是其实跟我们现在说的就业援术 也是说的纵援系统有一定的关系 但或是在社会上未被广泛的报导 就是社会福利署本来是按住 已经是几年前提出了 为了支持或者支援一些纵援的受助人 他们是需要去找工作做的 社署委托了一共是26个非政府机构 在港九新界各区一共有41队 这些支持就业援助的队伍 但由于过去因失业领取纵援的人士的数字 是大幅下降 所以审计署也曾经提出一个意见 是希望要我们优化重整 从而做到更加物有所值 所以本来在今年的三月 也都要整合这41支队伍 成为比较小的数目 但更加聚焦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士 所以无可避免 也都被人的感觉 是收缩一些去支援 终缓受助人的服务 第三个措施 就是我自己本人在这届政府提出 就是对于在政府各个部门 做外判合约里面的非技术员工 我们应该为它提供更加好的雇佣福利 所以在2018年的施政报告 我就提出了在2019年4月1号之后 这些基层非技术的员工 在一些外判合约里面 将会获得更加好的福利 这个是包括三个方面的 第一个就是持续做满12个月 我们会为这些员工提供 一个6%的约满的酬金 也都是做满一个月 它也都会在一些法定的假期里面 是有一个薪金 如果是在8号风球 或者以上它要去工作 也都在合约里面 会给它1.5倍的工资 但这三个看似都是很合理 也都有根有据的措施 在执行上就出现了不同的问题 所以在过去这段日子就引起了一些关注 所以我现在在今天就会提出一些 我们去改善执行的措施 我会具体的情况由两位局长讲 我简单讲讲我们的目标 第一就是长者纵援的年龄界别的改变 是纯粹配合香港的人口政策 因为人的长寿和人口的老龄化 是令到我们在过去几年 推出了不同的 有关退休年龄的措施 大家都记得了 比如新入职的公务员 退休年龄65岁 2000年后入职的公务员 也可以选择做到65岁 有些叫月级的保安员 也修改了法例 可以由65提升到70岁 劳工署和雇员再培训局 也特别推出了一些针对中高龄就业人士的支援服务 整体的目标 也希望能够为香港提供更多的劳动力 也能够回应到这些中高龄人士 其实也有事去就业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 但是外于不够的支援 或者有其他的减低他们工作意欲的安排 就令到他们无法去就业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根本一定不是为了省钱 这个措施完全没有 再说一次 完全没有折省中援开支的考虑 有见及此 我今天提出 就是为了让这个政策 能够更加有利于受助人可以落实推行 我们将会在这个政策生效当日 就是说2月 今年的2月1号的时候 就会为60到64岁建存 去申领纵援的人士 就是一般因为失业 去领取纵援的人士 同时发放一个新的补助金 名称是就业支援补助金 英文是Employment Support Supplement 来顾及他们要去找工 或者就业时候的特别情况 从而鼓励他们投入务动的市场 这个新的就业支援补助金 是同时发放 和其他他享有的纵援金 比如标准金额 租金津贴 是同时发放 是无需申请 也不会因为这位受助人 没有办法找到工作而扣减 这个1060元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呢 就是等于今天的单身健全长者 和单身健全成人的标准金额的差额 亦在社会上广泛说的是差了1000元的分别 所以今次我们会提供1060元的就业支援补助金 一如其他社会保障的标准金额和补助金 亦是按连按着通胀来调整的 所以符统来说 他们实际这些60到64岁身领纵援的人士 他们获得的纵援金额 是不会减少的 反之他是一个健全 可以去找工作的纵援补助人 我们会为他提供整套的就业支援措施 稍稍请罗局长在这里详细讲讲 至于第二点说可能会影响那41队 由26个机构提供的 自力更生综合就业援助计划 当然正如我刚才所说 他也有理有据的 因为是以前审计处认为 这些队伍的成效不高 使用率偏低 所以社署要整合他 但是时间上又似乎好像不是很吻合 一方面我们要求更多人需要这些服务 因为60到64岁申请网的健全人士 将会被转介到这些服务机构 来取得服务支援的服务 但如果同时间来三月底 社署也要整合减少这些服务 就好像有点自伤矛盾 所以我在今天宣布 这41队的纵援自力更生的综合就业援助计划 将会延续一年 去到2020年3月31日为止 当然你会问之后如何呢 稍后我再会讲一讲 我们有一些议题是需要争取 在今年来作出一个检讨的 第三个就 其实在目标和理据上是完全没有争议的 反之是得到议会很大的支持 社会很大的认同 就是改善在政府服务合约里面的非技术员工的待遇 大家也记得我都在公开讲过几次 我曾经在去年农历新年之后 2月27日是请了200多位 在我们的几个部门里面做这些非技术员工的朋友去礼宾府 一方面是趁新春期间向他们表示感谢 另一方面也是听他们对于现在去做这些合约员工的意见 包括有一些是他们聘用他们的合约承办商 对于今天政府去批出这些合约有什么意见 其后就由劳福局局长领导一个政府内部的小组 去检讨我们怎么样去采购这些有大量的非技术员工的服务的合约 在今年的司令报告就公布了改善这些合约里面的非技术员工的雇用福利 大体上直接是员工受围的福利有三项 第一就是持续做满12个月 这些外判的员工可以获得6%的药换酬金 第二就是受固满一个月 他可以享有一个法定假日的薪酬 第三就是如果在8号风球或以上的时候他需要工作 他也可以获得1.5倍的工资 但是问题就是出在那个生效日期 因为要改动很多新款的合约去注入这些新的条款 所以他的生效日期是定在2019年4月1日 所以出现了的落实执行的情况 就是当我在10月10日宣布了有新政策会推行 由10月10日开始到今年的3月31日 各个部门批出的合约 因为是未有新合约出现之前 他们都只能够以旧的合约条款去招标 以及批出这些合约 所以这班员工就未能够享有我们将在2019年4月1日 可以推出的一些加强改善所的雇佣福利的条件 这个事实不是很理想 因为既然可以说得出这个政策 希望尽快到位可以帮到更多的非技术员工 所以经过初步的评估 事实上是有不少这些合约的 从三大采购的部门 就是房屋署、食环署和康民署得到的资料 就像我刚才说的 由2018年10月10日 我在生报告公布改善的政策 到2019年3月31日 以旧的合约条款批出 或者将会批出 或者将会招标的这种非技术员工的合约 大约有120张 涉及的员工 非技术员工是超过1万人 总合约的金额是52亿元 因为有些合约是一年 有些是两年 有些是三年的 你可以想象如果有一个合约承建商 他投了一个合约是今年2月1日 以旧的条款来生效 但这个合约是三年的 换句话说 在这个合约里面的 非技术员工 在未来的两年 零十个月 他都只能以旧 没有改善到的 合约条款来受拼 这个是非常不理想 可能也是有些议员认为 是同工不同筹的现象 所以我又决定在今天 我就会宣布 政策的目的 是确保所有在新政策公布之后 即2018年10月10日 施行报告公布当日起 至2019年3月31日 政府各个部门批出 涉及这些非技术员工的合约 所有的工人都能够在今年 2019年4月1日起 享有我刚才说的 三项的雇佣福利 我们现在估计是涉及的额外开支 以刚才说的那120张合约 大概总合约金额是52亿元 涉及的额外开支是超过3亿元 但这是一个初步评估 如果是有在这三大部门以外的其他部门 同样是有这个现象 同样是有这种的合约 一律都是按着我今天公布的方法来做 我们会补足财政 让这些部门去履行他们 在新的合约之下 需要动用的款项 但当然仔细的工作是相当复杂 因为已批出的合约 是要政府和这些合约的承办商 更改合约 正在招标的合约 是需要去更改招标的条款 未招标的合约 亦都需要重新去注入 这些新的合约的条款 是由4月1日生效 但是为了保障 和让更多的基层的员工 能够享有我们已经是有决心 去改善的雇佣福利 我觉得这一大量的工作 和额外开支是完全值得的 所以这三个落实执行的措施 看来我们都能够提出一些改善的方案 希望我们进一步去执行的时候 能够不要引发更多的关注或者问题 在这里我停一停 就请两位局长再详细讲一讲 当然劳福局局长负责是中援的制度 所以无论是关于长者中援的定义 或者是这些非政府机构提供的 就业支援的计划 都是属于劳福局和社会福利署的 今天大家看到劳二祥局长在这里 就因为政府的服务采购的政策 是属于财经事务及库务局里面的 库务科来统筹和负责 还有如果要保证开支的款项 都是由库务科来负责 所以劳局长会和大家介绍一下 接着的工作会如何进行 先请劳局长 谢谢 好 谢谢 因为由于特首都已经将 有关政策的改变 都已经由此末都讲得 重点已经讲了 所以我都会尽量简单 给多点时间大家去问题 这个投影片告诉大家 亦都是刚才特首所说的 整个有关将这个年龄定义的调整 是源于在2015年的人口政策 那个报告里头的 当时有一句比较清楚的说法 就是劳工及福利局 是会检视现在的社会保障制度 会否减低年长人士继续工作的意欲 去到2017年的1月18日 在施政报告里头就讲了很多项 是如何去改善我们的社会保障的措施 包括了将比如 长者生活津贴里头的资产上限提升 增加一个高额的长者生活津贴 亦都取消了俗称的所谓 事实上主要的目标也是 如何去帮那些六十至六十四岁的健全成人 能够得到一个适当的就业支援 目标本身是不同的 截散开只是没有关系的 在最近也有一些误会 所以都利用这段时间很短地跟大家去讲 刚才达实也有提到的了 第一就是现在或者曾经 是拿过在长者忠援六十至六十四岁的人 是不受影响的 不论他是健全与否也好 在今次的制度是没有任何的影响的 就算他是在未来一段时间 他譬如今天在拿着 但后来他离开了一段时间又回来 他仍然是不会受今次的调整影响 第二就是残疾和健康欠佳的人士 亦都不受影响 因为他们在他在五十九岁或者以前 所领取的综缓金额 和今天六十岁以上的金额是一致的 所以他是不会拿小到的 而大家应该都知道 在这些五十五至五十九岁的人士 实际上也有多少得中援呢 他的身体也是陷阶的 数字大约是百分之七十的 五十五至五十九岁的人士 都是属于我们叫做健康陷阶 或者有残疾的人士 所以这一班朋友 就算我们调整了六十岁到六十五岁 他所获得的中援的所有安排 都是没有变化的 重点就是在六十至六十四岁 他会建存成人 仍然是要综缓那一班朋友 那这班朋友我们希望能够做到的就是 他当然会继续用一个健存成人身份 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 还有也有一个就业的支援 同时大家都知道 他是会有缺免公共医疗收费 刚才特朗有提到 这个我们叫做全新的一个项目 就叫做就业支援補助金 英文叫做Employment Support Supplement 这一个项目是给每一个 六十至六十四岁的健存成人 因为其他的 如果他并非是健存的 六十至六十四岁的人士来说 他基本上都是拿过较高的金额 所以是没有分别的 而这个刚才特朗解释 就是我们在二月一号开始 中缓就有一个根据通胀的调整 所以在那个单身健存长者 和单身健存成人的标准金额的差额 就是一千零六十元 那就是说他可以 总而言之他是一个健存的成人 就会拿回1060的金额 是给那些六十至六十四岁的健存人士 而如果他得到这个就业的支援 然后找到工作 他同时又可以落得 这个二千五百元的豁免计算入息 那就是说他除了1060之外 如果他做工 现在拿到二千五百元的豁免计算入息 所以大约上他是要赚大约四千二百元 那一部分是扣起的 但是整体他可以保留的就是二千五百元的 刚才特朗也提到 关于这个就业服务的支援 那现在我们是有四十一队 我们会延续他的服务 去到2020年的3月31日 那中间我们是有些事情要去做的 因为我们是希望不断地去优化 我们的就业的支援 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地方 大家知道 写福利署去找非政府机构 去帮这一班的朋友 但是同时我们的劳工署 亦都有一个中高龄人士提供的就业服务 整体上的劳工署都有很多服务里头 特别是协助就业的服务 都可能会适用于这一班的朋友 大家亦都可能知道 在培训局亦都会提供一些训练 是给这些朋友 所以我们希望在未来可以加强的 就是在这个就业支援的计划内头 那三个部门的合作 是能够做到一个接近一个所谓一站式的支援 给到一些有需要的就业支援的朋友 另外实际上在过往都有提过 在立法会的最近的辩论里头 都有朋友提过 关于这个豁免计算入息安排 较早之前实际上我也公开都表达过 这个问题我们是会探讨如何去优化 是令到那些有工作能力 有愿意出去工作的朋友 他可以得到一个更大的动机 是透过就业去改善他的生活 那这个工作呢 当然不仅仅会适用于六十至六十四岁 它是会适合所有拿中援的成人 甚至包括了在今天 有不少六十五岁或者以上的长者 拿中援都有工作的 所以这个豁免入息计算的方法 如果我们将它优化之后 亦都会适用于所有部分的人 我在这里作出这个补充 等待会有机会再回答大家的问题 James 好像刚才行政长官说 我们在2018年的施政报告里面 公布了新的措施 主要是加强保障在政府服务合约之下 非技术员工他们的待遇和劳工的权益 员工直接受惠的具体措施有三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给做满一年的员工 是会有6%的合约酬金 第二就是给员工做满一个月 就已经可以拿到法定假日的薪酬这个资格 第三员工在挂8号或者以上风球的时候工作 他将会发放不少于工伴 即是说应该赚的工资的150% 而政府就会我们修订这些标准的雇佣合约 以及政府服务合约的条款 而我们就会要求政府服务的承办商 就会提供这些福利给员工 政府已经公布了这些措施 将会适用在2019年4月1日起 招标的服务合约 相关的部门也是积极地进行筋备工作 包括准备招标和服务合约的条款 以及修订标准雇佣合约 而政府也听到社会对新措施支持的声音 也听到有些议员和劳工界有些诉求 希望在新措施落实之前 在过渡期中 即是在10月10日施政报告那天开始 到今年2019年3月31日中 令到更多非技术的员工受惠 所以在新措施实施之前 这个过渡期间 有两种政府合约 就是未能够受惠于新的措施 第一种就是按旧有条款招标 但是尚未批出合约 而第二种就是已经按旧有条款 是经意批出了的合约 政府我们当聆听了这个社会诉求之后 也都愿意作出正面的回应 在4月1日落实新措施的计划 不变这个前提之下 我们就是研究 怎样可以照顾到 在政策宣布之后 招标或者易批出的合约 那我们的目标的精神就是说 既然要照顾这些非技术员工 同时也尊重合约的精神 所以我们政府会兼顾这两个原则 在执行上作出一些调整 首先 原本计划将会招标的合约 只要情况许可 部门会将招标工作延后 并且加入新的条款 令到那些员工可以享受这个新的福利 至于正在招标的合约 在筹备工作完成之后 部门便会修订这些招标的文件 加入和新措施有关的条款 换句话说 这些合约都会尽量可能落实安排 加强保障非技术员工他们的待遇 和劳工权益 如果部门基于运作需要 必须要在4月1日之前 按旧条款批出合约的话 部门会尽量缩短合约的年期 例如由一般的三年缩短到一年 甚至更短 以期尽快按新的条款可以重新招标 使得非技术员工可以尽快受惠 至于已经批出的合约 即是说 由2018年10月10日 新政策公布那天开始 批出的服务合约 部门便会和相关服务承办商 初商加入新的条款 给有关的员工 由今年4月1日开始 便可以受惠于新的措施 我需要强调的就是说 基于合约的精神 修改合约的条款 是需要服务承办商 他们有共识 所以我们考虑到 修订服务合约的条款 会令到服务承办商 他们会有额外的开支 作为一次性的特殊措施 政府会因此向他们 这些服务承办商 提供一个补贴 据初步估计 补贴的金额是超过3亿元 也会涵盖大概120张的合约 令到超过1万多个非技术员工受惠 如果计及4月1日落实之后 至开始招标的合约 受惠的员工会更加多 虽然政府我们不会就 4月1日之后的合约 作出额外的补偿 但是新措施的开支 预计我们会反映在 政府服务合约里面 同时政府也会要求 服务承办商和员工 签订新的标准雇佣合约 确保这新的措施 具备一个合约基础 为及这些非技术的员工 政府的服务合约条款 也会列明服务承办商 是有责任提供这些福利 否则他们有可能是按合约处分的 好 看看大家有什么提问 想大家提问的时候 先说你的名字和全面机构 那边的啡色衣服 各位 各位你好 有先电视又进华 想问一下 其实今次推出这个津贴 涉及的行政费是需要多少 以及 一方面调高 长者身领纵援的年龄 但另一方面 又要再花多一笔行政费 来推出这个 津贴 其实为什么会这么多次一举呢 还有就是 是不是因为急着要补卧 就是这么多个政党都反对的时候 就是要花多一笔钱都在所不惜呢 还有就是想问一下 其实刚才也有提过就是说 下个月开始他们就可以拿到那一笔的津贴 其实是不是就是没有任何生灵的资格 就是他们也不需要证明自己 是有持续地找工作 就可以拿到这一笔的津贴呢 麻烦 其实某程度上 我刚才的解释 已经说了 第一就是这个更改 长者纵援的年龄 是没有省钱的考虑 所以如果在这个做的过程里面 能够在落实的时候 做得更加顺畅 对于特别比较高龄的 健全的纵援受助人 可以安排得好些 特区政府是愿意的 所以这个不是花多钱 花少钱的问题 因为不改动政策 他也是以多了1060港币来支付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这个措施是不涉及额外的行政费 因为刚才我说了 这个额外新的就业支援的补助金 是同步 即是同时发放 当他拿标准金额的时候 他就会多了这个补助金 所以也并不存在 有什么额外的行政费 是同步 无需申请 也不涉及他要去证明什么 因为顾名思义 既然改了政策 60到64岁的 支援你就业 帮助你就业 但也认同在就业的过程中 可能需要有少少的补助金 所以如果你又找不到工作 那我们也要继续付 对吧 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就没有什么额外的行政费 来说的 而且我们会尽量 都是很方便 用电脑系统 但处长也告诉我 如果电脑系统 因为他是一个60到64岁的 纵援手助人 在2月1日之后 是在这个支援就业的政策之下 标准金额是二千多元 但是那1060也会尽快 可以给到这个手助人 这边戴眼镜的位置 特首你好 经济日报彭卓威 想问一下 其实有跨党派 就是建制和泛民都要求 各自的生命 就是长者纵援的年龄 是60到65岁 你刚刚也说到 其实改这个年龄 是没有省钱的考虑 那为什么还要坚持不各自呢 还有看到昨天 你就约到建制派会面了 但其实有泛民都联署要求 想和你见面 是不是因为上星期的言论 所以只想和建制派去补获呢 那会不会来到 会也约到泛民那边见面呢 麻烦 我回答一下第二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都反复说了 不如请罗局长再说 没有省钱的理据 是有其他政策的理据的 不如如果大家 想我们再重复一次 罗局长可以很清晰地再重复一次 关于若建议员 首先我必须要说明 本届政府我上任之后 是和立法会的沟通是多了 以我定期出席的立法会 是多了很多次数 除了每年的四次 叫做长版的答文时间 就是九十分钟 也都每月会加多一次 质询时间 是半小时 换句话说 同一个月 有时会两次 譬如今个月 已经做了一次长版 今个月 应该是三十日 就会做一个短版 在这些会议上 就是听议员的意见 以及回答议员的提问 亦给了一个机会 我更加很掌握议员 对于各方面政策的看法 第二 对于多党派的咨询 行政长官有做 每一年的施政报告 或者财政司司长 每一年的财政预算案 都是跨党派 去请他们来 跟我们说他们的意见 第三 我在任内这十八个月 亦都是按需要 主动约见 跨党派议员 包括范敏议员 亦都按他们的要求去见面 其中有两个例子 第一 就是大家记得 去年这个时候 因为拉布 因为塞车 所以要调动财委会的议程 我是逐个党派去邀请 来见 当时范敏议员 亦都有出席 另一个场合 就是张超红 和邵家遵 两位议员 对于长者安道院舍 有很强烈的意见 希望亲自向我反映 我是亲自见两位议员 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如果有议员要见 是可以见 但是不是等于 行政长官没有了 去约见个别政党和议员的自由 对吗 如果行政长官去约见哪位议员 哪位议员 哪个机构 都没有了这个自由 我不知道我怎么有效 去做这个行政长官 所以我觉得 如果有部分的范文议员 是有这种情绪 是不是有少少妒忌 或者是心里不是很舒服 我只要能够说 如果我们有重要的议题 跨党派议员要见 我都尽量会抽时间去见 所以如果你说在未来的日子 尤其是现在特区政府都提出 在今年来 我们会作一些检讨 刚才罗局长说了 有关纵援系统里面的 豁免入息计算 是可以重新检视 改善 而我说过 关于延续到明年3月31日 41支的 纵援的自力更生服务 亦都可以检视 所以如果跨党派的议员 就着一系列的纵援的议题 是想约见我 我都可以乐意 安排 不过在这里才声明 我的日程是非常忙碌的 现在看来 可能在未来两个星期 都难以可以做得到 因为我今个星期日 就会飞去瑞士出席 世界经济论坛 整个星期都不会在 但从来我都不会 特别拒绝去见 跨党派的议员 我请诺局长讲讲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相信已经不断重复了 刚才开始也好 特首都讲了 这个在2015年的人口政策里头 去讨论 如何去令到 我们一些较为年长的人士 能够持续就业 而另外 在2017年的施政报告之前 特别有关如何去改善一些年长人士 一些福利的问题 所以就作出了有关的决定 虽然我是在2017年7月1日 才做劳工及社会福利局长 但我个人看不到 这个在政策决定的过程 出现了什么特别的问题 而在政策上 我一直在公开都说 这个更改有关这个定义 是一个迟早的问题 而这个本身在政策上没有问题 所以基本上也不需要各自 有关这个年龄的更改 但由于整个政策的考虑 本身并不是基于 是要为了省钱 所以既然在这个前提之下 如果我们在社会上 希望给这些较为年长的 健全人士多些的帮助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这些我们在讲的 我希望大家明白 因为很多时候 这个讨论 都是讲长者 但是我很多时候都公开地说 当大家一讲长者 就是想起这些七八十岁的人 不是讲一个六十至六十四岁的 健全人士 就是政策的核心的变化 就是如何去鼓励 以前是去到五十九岁 现在是去到六十四岁的人 去就业 如何提供有关的支援 所以这个政策本身 我们觉得从这个层面上 是不需要调整 不过 如何能够进一步 去关怀这一班 较为年长的健全人士 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做多些 黑色三秒 特首你好 苹果一部记者黄家文 两个问题想问 想问第一个问题就是 纵援新政策 就是加上那个 ESS的钱 这个是有没有一个期限 还是一个永久性 会延续下去 不会取消 第二个问题就是 既然政府 省钱不是首要考虑 或者考虑其中的因素之一 社会上也有些声音就是 长者纵援其实有很多东西 是现在健全成年人 是没有的项目的 例如一些社区生活保助金 硬镜费用等等 既然不是一个省钱的考虑 为什么不将部分的保助金 都给60至64岁的人士 弥补他们 就是再拉杂一点的差距 作出一个支援 两个问题 请诺局长 这个是一个长远的项目 当然所谓长远的项目 就是说我们在设计上 这个是整个制度的一个部分 不是一个临时的部分 当然不排除不知多少年之后 我们去见到 终缓在所有其他项目 都有一些不同的优化 或者调动 因为这个刚才考虑过整体的问题 我们考虑过很多的选择 今次这个是在更多的选择里头 我们觉得是最简单 亦都是最清楚 在执行上也是最容易 其他是会 譬如我举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大家可能留意 昨天大家很多估计的新闻 有时候我称之为古闻 就说我们是给那些做不到的 就是没有工作能力的人 一千零三十元 后来就更整了一千零六十元 可能收到一些声音都不定了 明显就是大家在整个安排 是很多误会 譬如以为今次政策的调整 是影响着那些没有工作能力的人 虽然是不断重复地去表达 仍然是有很多的朋友 包括可能是立法会议员 甚至是外面的 跟这个政策的传媒的朋友 都可能有事 因为那个政策 出门是比较复杂的 所以如果我们去考虑 那个做法哪一个选择的时候 其中一件事我们都要考虑 那个表达是否容易清楚 令到那个执行上是容易的 那这个在众多的我们听到的意见 或者我们可以想得到的可能性里头 这个是最简单 最容易去执行的 我都补充一句 我希望大家看全套 我们对于六十到六十四岁 健全可以工作的人士 今次是提供全面的支援 除了在现今的支援 我们回复回 因为有这个一千零六十元的 就业援助的补助金 去到一个健全人士 单身的标准金额 但是在那个 纵援自力更生综合 就业支援计划里面 我们也有不少的服务给他 甚至那里也本身 是有一些津贴 或者我请业处长讲讲 我们在那个就业支援计划里面 其实一个的受助人 我们是会有社工 或者我们非政府机构的一些同工 是会去和他聊天 也都了解他一些什么家的问题 就着那个就业的培训 我们都会看他的需要 是为他提供一些特别的培训 在未来的日子 我们都会再检视 整项计划 有些什么地方可以提升 我们都和劳工处 以及职业培训局 我们都是大家去加强协助 希望将来我们和这些非政府机构 是可以更加全力协助 这些是有工作能力的中援手助人 协助他们是重新去到就业的 我补充两点 如果在这个期间 这一位60至64岁的健全人士 他适合去参与一个就业挂勾的 再培训局的全时间的训练课程 在有关的课程里头 他是会收到一些津贴的 在我们的豁免入息计算里头 有关的方面 大部分他都可以带回自己的袋子 所以他会改善他的收入 另外就是如果在过程之中 他真的要搭车、要去找工 而产生一些支出的话 实际上在现时59岁或以下的成人 我们都提供相类似的一个津贴 就是可以申领有关的支出 最多两年是2000元的 所以这些支援都是给到 就是我们真的很希望能够帮到这些健全的朋友 是能够继续就业的 最远的那位黑色三个在那边 TVB 陈金宝 特首有报道说 昨天你和建制派议员会面的时候 其实也有说过 对劳福局上条长者 纵援的申请年龄是不知情的 也不知道有关的政策 是写进了财政预算案 其实这件事是否真的 是否真的不知道呢 如果是的话 如果作为行政长官 由一个政策的酝酿去实施的话 其实这么重要的政策 为什么会不知情呢 我不会透露 我在和任何人士闭门会议的交流 说了什么 但是这个政策 我不可能不知道的 因为刚才罗志光局长 是引述这个政策的缘起 这个政策的缘起 是上一届政府的人口政策的检讨 那份报告是2015年发布 那句刚才罗局长引述的说话 就是说不要令到有年长的人士 失去了工作的意欲 是在那本报告里面出现 而谁去当年公布这本报告呢 是本人 因为这个人口政策检讨的 督道委员会的主席 是政务司司长 是我本人 所以迟早 当然你说哪日去生效2月1日 可能我真的未必会知道 但是有一个这样的政策 这个政策有背后的理念 我是完全知道 也可以说我有份参与 所以我不会是认为有些人想 现在这样去说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肯定不是事实 但是刚才我开场白都说了 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落实执行 有时候是两码指示 政策的制定 看好数据 有根有据 评估过有需要有时候 经过行政会议 或者内部的司局长的讨论 然后放在施政报告里面公布 是正常的程序 今天我说的三个措施 都是出现过在施政报告 包括上一届最后一本施政报告 以及本人的施政报告里面 但是在执行上面 是有很多细节的 做过政府的人都知道 执行一些事情 都是很痛苦的 因为很多角色各样的考虑 难怪前人会挂 就是自大角如烹小鲜 但恐怕本人今天作为行政长官 已经没什么机会进厨房 我也没什么机会下厨 所以去到一些执行的细节 我说他真的不知道 但是当我知道这些执行细节 令社会产生了关注 令到一些我本来很想帮的 基层的工人受到影响 我就有责任 所以我刚才一开始 我是责无旁贷 我不会怪去制造这些执行细节 去煮饭的同事 既然现在知道 执行的过程可以改善 马上改善 所以今天以最高效率 都过去几天天开会 来和大家公布 在这三个涉及福利和勞工的措施 我们有一个新的交代 有一个更加好的落实方法 前排粉红色衣服 我没有这么大眼镜 你好,我港台的黎智英 想问一下 其实今次长者参唤这个措施 是不是很听到就叫做 重善如流 难听到的 我叫做跪低呢 另外就是想问 当初调高的长者参唤年龄 是想鼓励制业率高一点 多一些人去工作 但现在这么宽松 去到那个岁数 是健全都得到的话 会不会那个运工意欲 会比较低呢 会不会变得自打嘴巴 还有如果找工作要有补助金帮助的话 那为什么其他年龄层没有呢 老郭局长,你回答 刚才我都有提到 我们希望最重要能够做到 就是鼓励他们的就业 因为现在的中环制度里头 去到59岁 有关的就业支援 就叫做慢慢逐步 去到60岁就停了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将这个工作 继续去延续和协助他们 就是我们又看到 在我们的中环旅行的资料 告诉我们 就是不少健全的人士 实际上他们都愿意去工作 所以我们有这个豁免入息的计算方法 所以这个刚才也说 我们会继续想想 是否可以再优化 增加他们的动力 我相信 令到我们健全的人士去工作 对他们一定是在身上都是会好的 所以这个工作我们会努力去做 我看不到 就是我们从这个问题上 我们在原则上有什么变化 只不过我们在那个优化上 希望可能做得更加好 帮到他们 但是你会不会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只是地线 或者不是没有那些 我不是很明白你的问题 因为中环是有一个标准金额 有特别的津贴 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否代表 你可以重复你的问题 因为我也不明白 意思是原本说要调高那个年龄 就是想他们多些人去工作 那个岁数你们认为 他还可以去工作的 就去工作 那就不要这么早拿个长者纵援 但是现在是不是都给他们了钱 还怎么做到那个 令到他们去工作的效果呢 如果就这样给钱的话 怎样令到他们会更想去工作呢 其实最重要 这个整个就业支援的目标 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健全人士 是可以透过就业去改善他们的生活 因为我们的中环只是提供一个 所谓最基本的生活给他们的 当然 现在我们增加了这个援助金 我们相信都是给他们一个 很基本的生活水平 仍然得到这些就业支援 加上有那个入息豁免的安排 我相信是应该有足够的鼓励 他们是出去工作的 或者我再具体帮你去明白 这件事是什么事 假设2月1日之后 这个新政策推行 一位61岁的人士 来到我们的社会保障部 我们就会为他提供 刚才我说的自力更生的支援计划 无论是由社署提供 或是非政府提供 但在新政策之前 这位61岁的人士来到 我们的保障部的姑娘就告诉他 你是属于长者年老的类别 是不应该工作的了 是非健全的人士的了 分别就在这里 所以不只是钱和金额的问题 社会上每个都想自力更生 也不会说拿回三千五百元就一定不工作 我现在手头没有数字 或者是业处长可以补充 今天在拿着长者纵援的类别里面的长者 其实也有工作 也享有非豁免入息 但是这些我们说 其实你不用工作 你也是非健全人士 不如你要工作你就工作 同样计算一个豁免入息 第二天我们就说 你是六十到六十四岁 我们主动积极帮你去工作 分别就在这里 后面这位 嗨,Mr. Sam 这是Kimi 从南中国的《Morning Post》 Mr. Sam You always claim you are not shining away from difficult topics and would not take a populist route As you said there are sound rationale behind the policy change So how will you respond to criticism that you need back down just under huge public pressure So are you taking a populist route? And the second question is on the figures so any estimates that how many people would apply for the new supplement and how how much is the total cost of the policy change thank you let me answer the second question first as I said for CSSA recipients age 60 to 64 in addition to receiving the standard rate they will receive this and this employment support supplement there is no procedure to apply okay it will be dispersed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standard rate on almost permanent and perpetual basis so as long as he or she receives the standard rate he or she will receive the ESS that's hand in hand given to them in recognition of the special circumstances of an elderly trying to find job so there is no process and we don't have any estimate because the the whole purpose of initiating this change is driven by population policy is to respond to the general aspirations that we should extend people's working life which we had we had extended the retirement age for civil servants for new civil servants serving civil servants we have extended the work life of the security guards up to 70 by amending the legislation so this is one of those measures and perhaps one of the final measures in that package to address the aging issue and also to extend people's working life so we don't have estimate on how much we will save as a result of that so for the same reason we we don't have any estimate of how much we will pay out as a result of the ESS the simple calculation is whatever the number of applicants coming to our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eligible to receive the CSSA as able-bodied 60 to 64 then we will disperse the supplement for them now as far as the first question which is concerning governance well as I've said at the beginning every policy initiative has two has two sides to it one is the justifications of why you want to do this the purpose the objective the justifications and very often is based on evidence based on some consultations okay so decision has has to be made for the three measures based on those deliberations but implementation of a policy initiative requires much detailed analysis and planning in order to mitigate any adverse impact on the affected people that's only normal okay and also to resonate well with the objective of doing that for example the objective of improving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employment of employment of the non skilled workers in a government service contract is to help these very grassroot workers so why should we be so concerned about awarding a contract before the first of April and putting these people on a two year three year basis so that they could not enjoy the new terms so that is an implementation issue which could be mitigated through very careful and meticulous planning So what I am saying and confessing today is in the actual implementation and planning there is room for improvement and today's announcement improvement measures to ensure more effective and more compassionat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initiatives and I will not regard this as backing down or yielding to pressure or being populist So what are those about judgments and respect Had I known this two months ago? Before all of these issues have caught public concern I would probably have done the same thing But unfortunately, and you have to appreciate that as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ong Kong SAR it is now no longer possible for me to be so hands-on in every detail of implementation So as long as I know and as soon as I know and I am not blaming the colleagues because they have 特首同意,最後兩條問題 第二排,白色衫 特首你好,NOW TV 想問這個就業支援的補助金 是否受助人找到工作是不會再給的呢 還是會一直給 他找到工作的時候 是否會根據他的標準金額 去看豁免入息上限 另外就是這次補助金 是否涉及一些要過立法會去拿新的錢 還是透過部門的一些內部資源調配就可以應付得到呢 謝謝 我想剛才也重複了 這個就是基本上作為一個補助金 只要他是一個60至64歲的健全人士 他就會拿到的了 只不過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也會繼續去提供協助給他 在現時就算我們正如剛才特首所說的 我們沒有一個很仔細的計算 那個金額是多少 不過如果就算是有呢 初步去想 我們的內部的資源調配 都能夠滿足調整的 最後一條 前排這位 粉紅色3號 特首你好 我明報 何婉宜 其實也想問一下 剛才特首一直說過ESS的時候 就說其實主要是為了鼓勵就業 但其實政府承不承認 其實這班的中高齡人士 其實找工作是有困難 或者其實他們本身 因為可能程序上 或者制度上的規限 而跌不到下去的那些傷殘成人 或者看力欠交的成人 其實政府做這件事 那個目的是怎樣呢 你是想幫他們 只是鼓勵他們就業 這也是社福界的爭議 另外就是那個補貼那裡 因為長者綜援 是有另外一些補貼的 譬如阿科 其他的眼鏡配眼鏡 其實現在這班60至64歲的中高齡人士 這些補貼你們會還給他 另外就是昨天立法會已經通過 就是要求你們擱置了 擱置這個條工門檻 那你有沒有信心這一個 這個不知憑補獲的措施 會得到立法會的支持呢 裏副長 剛才所提的就是 就算大家去想一個55至59歲的人 就是在今天他去找工作呢 相對一個40至44歲的人 都是有不同的情況的 所以如果大家去想一下 就是剛才我說的一個數字 都挺奇怪的 當我在昨天上午立法會說的時候 在每一份傳媒報我說的數字 就是七成的55至59歲 領取中援的成人 他是屬於健康險階 或者有殘疾的人士 實際上他只有三成 換言之 就算是55至59歲的 現在領取中援的朋友 都是只有少部份 是屬於健全人士 是需要出去找工作的 所以去到60至64歲 我相信情況也會更加明顯一些 當然 所以正正是這樣 我們是需要在我們的就業支援的計劃裡頭 如何加強和優化呢 是幫到他們 究竟我們可不可以得到立法會議員的支持呢 我們會繼續在有需要的事和他們溝通 因為我相信 始終中援的制度都是比較複雜 而有不少的朋友 都會有一些的誤解 希望去釋除他們的疑慮 誤解 還有一些可能是擔憂 我相信是可以得到大家去接受的 好的 多謝各位 多謝大家